到吃龙虾季节了 龙虾该净美味吃了放心 关键在于处理 从后脑勺开解解去虾味和虾嘴 这两个最糟的东西 抓龙细脚一同撕下龙腮 这些是虾的过滤器 从尾巴处揪出虾线 解掉虾大前 最后从虾背解一刀方便入味 处理好后再多清洗几遍 直到清水清澈透底就可以了 多来点蒜子切成半碗蒜末 加末略少一点 再来上剁细的小米泡椒 把剁好的蒜末清水稍稍漂洗一下 细续表成桃缝和黏液 这样过油煸炒就不发苦了 热锅热油 微微冒烟死 下入龙虾快速翻炒 直到全部泛红即可烙出备用 另起锅 来一大勺菜油 倒入蒜末 中小火煸炒 炒至微微泛滑 加入珈末和小米泡椒 继续煸炒出该虾 下龙虾翻炒均匀后 倒入一罐啤酒 没过龙虾 开始调味 两小勺盐 一勺十三虾 两小勺桃 胡椒粉 中大火烧十分钟 等汤汁收去一半时 打入少许薄切 就可以出锅抓牌了 这样做出来的龙虾 口味也是酒店级的 家里做该净哀雀最重要 做视频不易 乖注我龙虾美食阿平 分享更多发心哀雀美食 谢谢支持